随心 远离 随心 我答应你 生死相依 从此你我 绝不分离 你们这样瞧着我做什么 自然是瞧你好看了 可是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认识 你以前怎么没这么夸过我 我往日里没有这么夸过你 那一定是我不对 从今日起 我每日夸你三次 再夸个两万年 这样算不算扯平了 那从今日起 我每天打你三遍 那我们就扯平了 真的假的 你以往打我 不过是下军打上军的实力 如今你与我平起平纵 当然是有大不同了 我看看严不严重 你看看 你竟然有如此招数和骗我 那也是因为你心里有我 我才会得逞 你别说话 就让我这样抱你我 时光如你 让我青丝 我一再也就不回你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 原来我心里 真的是非常喜欢你的 恨 生不能同时 但愿死能同学 与那画本上说的凡人 一模一样 我知 如果哪一天变成凡人了 那会怎么样 那我愿意舍弃一身的修纹 跟你做一对凡人 哪怕说明之后 区区百年 百年多好啊 若这时间没有你 你总是活了千载万载 总是成神 在这苍茫世间 如果没有你 又如何恳顾 三言两语 若如此凉晨 若如此美极 愿你随心 我答应你 生死相依 从此你我 绝不分离 说 何时将龙丹还给昭尔 你若不说 我即刻杀你取丹 大哥 你如此行事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你为什么总帮着 一个外人讲话 昭尔一生的前途 都毁在这小子手上了 大殿下 天后授权将近 届时 我定会给天宫一个交代 这是你说的 倘若那日我还不了龙丹 定会以毕生修为相敌 无需大殿下动手 若你做不到 别以为我不敢杀你